妈我真的不想谈这次这个男生很优秀 你不去也得去 天天比我去相亲 看我今天不成天 不好意思啊迟到了 是他 妈呀不帅 你好我叫杨哥 我叫杨孝 我这情况你也看到了 你要是介意的话我不介意 不是我这孩子他是一定要生下来的 没关系我还转着你 我这孩子他必须得跟他亲生父亲 信你要是介意的话 把他做亲生的对待你 不是这连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现在时间来得及 我们去民进局把手续给办了 走吧 啊哦 那个我电话 喂你在哪呢立西啊 我今天的生日宴你还来不来了 哎呀我常常来了 哦对了 可以电话打扮一下啊 只要他的喜欢也来了 是立夏吗 来我跟他说上去 喂立夏呀 我们都在等你呢 你怎么还不过来呀 我堵车 堵车呀 我还以为你是介意我和家伙关系 不会啊 我怎么会介意呢 我马上就过来了 一会儿一定到 啊对了 你不会还是一顿过来吧 当然不是啊 好啊 那我等你啊 你要看是吧 哎 开车了吗 开了 那你等一下帮我干嘛 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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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有事你先去忙吧 拜拜 生日快乐 男朋友啊这么帅呀 是啊他对我很好了 柯总往事那边又来电话 说想聊一下投资的事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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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吧 不好意思啊 我来晚了 一个人呢 男朋友呢 呀 刚刚电话里不是说有人陪着过来吗 啊 他刚刚说有点事要吗 然后送到楼下就先走了 我们家红 放了那么大集团业务都能来陪我 他能有多忙呀 是啊 王室集团这么大 家红应该操了不少心吧 我刚刚在楼下都看见了 陪下男朋友超帅的 还开豪车呢 对陪下可温柔了 人家可能真的有事要忙 也可以理解了 很帅嘛 早知道我刚才就去看看了 哈哈哈哈 谁知道是真是假呀 哎 你们不知道吧 之前陪下和我们家红分手的时候 居然花钱找帅哥 故意把朋友圈来气我们家红 陪下 这次的男朋友 不会又是假的吧 大概是前辈到位 只能送我楼下 好了好了 今天我过生日 你们就别翻旧账了 立下你坐我这边 哇 我 一下你没事吧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为我已经给你了 生日快乐 我先走了 你没事吧 大家好我是楊柯 是丽夏的男朋友 还以为你忙得来不了了呢 快坐快坐 怎么样还疼吗 还真的挺帅的 是吧看起来很有气质对吧 成立就还行吧 哪有这么夸张 确实不怎么样 不过能遇到丽夏也是我的幸运 不知道这位先生在哪高救呀 高救算不上 就开了一家小公司 小公司我就说嘛 他们都说什么开豪车的 他是租的吧 对的家伙 你们公司不是刚拿了 科室集团的投资吗 要不云点出来呢 给人家资助点 资助 科室集团的投资 我们可是费了好大力气才拿到的 我也不是什么慈善家 他有什么脸让我帮他呀 你说是吧 我还以为多大本事呢 原来没有多少钱 立夏呀 这没钱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 大家都是同学 没必要在我面前装样子 你 你刚才说你是王室集团吗 对呀 我们家红是王室集团的总经理 管好大的业务呢 王室集团 确实厉害 喂杨秘书 王室集团的投资 撤了吧 还在演呢 等一下 你这男朋友 等一下 电话 你 怎么回事 你说有小公司 叫什么名字 柯氏集团 柯氏集团 柯总刚才是我有言不是爱事 您千万别和我一万千事 投资您千万别撤 不然我们公司就完了 家侯你这是干嘛呀 你守着这儿是 柯总我们公司全营造您的公司 可千万别撤资啊 跟我说了不算 我全听我的房子吗 啊我 对他全听我的 等一下 我之前是对不起你 你就看着我们动言交情的份上 帮帮我吧 你这是窝囊废 算了 算我们家他全听我的 那公司的事 他的 柯总帮帮忙 帮帮忙 刚才是谁说自己不是作词上的来着 对不起啊 我也 走吧 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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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像从前那么亲近 但没过多久 我就遇到了麻烦事 喂 二姨啊 我妈的事您看您 哦 没有啊 喂 李哥 是我 喂 喂 我东拼西凑 始终凑不起手术费 还差五万块钱 无奈之下 我拨通了大渊的电话 喂 大渊的 是我 我那个 我都听说了 正准备找你呢 需要多少 你说吧 你那个钱 可能一时半晚还拿不出来 但是等我凑齐了 一定还给你 不急 兄弟 杨柯呀 都出现你好久了 上个月一定还上啊 钱借来之后 虽然大渊从来没有主动催过我 但我依然觉得十分不好意思 我省吃俭用 将近一年 我才还清了所有的贷款 那一刻 我感觉不是种子 哎 达克 你现在跟大渊还在联系吗 在啊 怎么了 他之前突然找我看房子 我跑上跑下 带他看到好几处 最后好不容易定了 准备付钱交房子的时候 结果他跟我说 差五万块钱不要了 简直拿我当猴手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 好像是去年 你妈做手中间的时间 如果全层是天空的一幅行 能不能再联系 君子之交淡水 淡水 君子之交淡水 君子之交淡水